那我們跳一下 回到了旁邊這個陳彥宇 陳彥宇你在裡面演的 竟然是一個麵店的老闆 對 其實這個角色 在之前也是跟 丞翰艾希以前是大學的三年 學長學弟 對 然後後來就放 因為一些事情 然後就放棄了電視台 然後就跑去賣麵 但是其實他 有一個很深的厚的背景 對 有一個故事 假裝是麵店老闆 其實這個表面上 是麵店老闆 隱藏身分是富二代 對 而且跟旁邊那個張同學 你們是兄弟 就是我 他在裡面超討厭 對 你現在在演 現在上身了 但是我覺得 如果我是觀眾 我會很喜歡他這個角色 怎麼說 他就真的壞壞的 壞壞的 斜斜的這樣子 對 愛搗蛋 就斜斜的 愛搗蛋 所以為什麼你會那麼恨哥哥 這個不方便爆雷 不方便是不是 不能 不方便爆雷 哥哥太優秀了 就想要 對 就是可能會多少吧 就是 會想要 他們的家族企業裡面 有一間公司叫 定凱科技 對 定 就是他 定 他哥哥 凱是他 對 他希望把他顛倒過來 對 他覺得這個哥哥很廢 他想跟我都跑去賣店 想要爬上去變成凱 凱定 他說凱定聽起來比較好聽 所以就一心一想把哥哥給幹掉就對了 對 所以這兩個兄弟在裡面應該 艾克風可能有點問題 來 艾希協助一下 其實那個張仲凱比較像現在川普 你知道嗎 真的嗎 對 DT嗎 對 他掛了他在裡面的 對 真的嗎 那你會講一些很狂的話嗎 他會 大概把劇中演員都得罪光了 對 他在裡面真的是得罪所有人 真的 因為現在劇組交不到朋友 從男到女 從老到少 你沒有一個放過的 對了 嘴巴就是很毒很壞 對 真的 可是這個 但是他私底下是非常謙虛的 當然當然 一群剛剛提到說這個 張仲凱你是第一次拍戲嗎 對 歡迎這個加入TVBS的大家聽 給他拍拍手 所以第一次拍戲 我們有一些好玩的地方 包括跟這些優秀的演員們合作 好玩的地方就是 第一次演戲就可以罵這麼多 資深的前輩 他用盡吃奶的力氣在罵 他真的是突然變得很大聲的 毛起來罵了 導演都被他嚇到說 你怎麼 你是不是今天遇到什麼事 對 吃個炸藥了就對了 有時候音量過大 會把收音的大哥 嚇到這樣子 想說怎麼差點要爆耳就對了 可是你在裡面演的這個 執行公司 科技公司的這個 執行長的角色 有比我們的納總來得厲害嗎 人家可是ACE電視台的CEO 納總 第一次對戲 他就走過來 怎麼樣 對象 這裡的磁吸在哪裡 我就說 我一點都不怕 請大聲一點 蛤 你說什麼 然後他才說 那要怎麼喊 用力的喊出來 對 他其實過來給我嗆一下 喔 是嗎 對 所以你們兩個人有對戲 就是那種互相 CEO對執行長的互相嗆一下 對 還蠻多的 現在現場可以嗆一下嗎 現在還蠻想看一下 還蠻想看一下你們兩個的火藥味耶 現在 下戲也不太敢 對付季偉姐大小聲 對 季偉姐應該OK啦 沒問題吧 對 我都把他當唱歌 喔 當成唱歌 不過相信兩個人在戲裡面 應該有很多精彩的火花 所以剛剛提到過 這一次是這個飾演ACE電視台的總監 是 CEO大人 平常你看季偉姐這樣講話 這樣子好溫柔喔 輕聲細語的 他在裡面好像是一個很霸氣的角色 對 很霸氣的角色 然後要罵人的中間又不太能夠 一定要呼吸 沒有鬥點 沒有鬥點 然後導演說中間不要想過 要全部一起罵 一起呵成 對 而且都是很難 很難背的 很繞口的 很繞口的那種專有文字 有很多專業術 對 對 對 哇 所以真的不簡單耶 對 就要提氣 真的喔 所以有把那個演完之後 把那個內心的母老虎給引出來嗎 沒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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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戲就回到了這個最真實的方季偉 就對了 不過這一次這個演出一個角色 算是對自己截然不同的挑戰 演戲中挑戰 真的是一種挑戰 所以陳彥韻 我想問一下 陳彥韻跟這個張凱誠 張仲凱 對不起 抱歉 張仲凱 張廣誠 張廣誠 張廣誠同學 你們兩個都是第一次演戲嘛 其實我之前 我剛剛說張仲凱是這樣的戲裡面的名字 對 沒有 其實我之前有參與過一些 客串 也有 《我的少女時代》那些 電影 對 但是是第一次擔任 就是電視劇的主要角色之一 男二 對 好 那我現在就要請問一下 其他的四位演員 包括艾熙 陳翰跟佩慈還有紀維 請問一下在戲當中 這兩位新手演員 算是第一次加入劇組的 陳彥韻跟我們的張同學 請問兩個人寫的NG次數比較多 請指向他 毫不流行把你命運的實指指向他 可是我很少跟他對戲 真的喔 因為我場次就當然沒有彥韻多 是嗎 張廣誠很客氣說 一直是說我NG的沒有 一直是我NG的很多 對 沒有陳彥韻多就對了 你是拐著彎在說他比較序就對了 對 但不管怎麼樣 艾熙 你這個在裡面算是 這個加入了高顏值的劇組工作 你看 放眼望去 都是帥哥耶 有沒有覺得很幸福 有 我覺得 這個劇組不只是高 身高也很高 身高也很高 真的 壓力很大 全部都很高 而且還穿 而且還穿三寸高跟鞋 還要穿高跟鞋對戲 然後面對我先生 是江國斌 對 江國斌 然後他才161 你一定要這樣傷害他嗎 他沒來 我沒來 冰哥 161的冰哥 跟方紀維你是170 我173 那再穿三寸高跟鞋 太好了 176 對上161 這是最萌生高差 OK 好 大家不要這樣傷害江國斌 以後看到大家都說 哇 江國斌你好高喔 對 你好高你好高喔 對 所以那艾希剛剛提到過 有沒有覺得很開心 有 我覺得很開心 是因為我在戲裡面 跟彥韻 還有丞翰的關係 非常的密切 對 我們基本上是 一起長大的 然後我跟彥韻又是有一段 比較複雜的過去 對 所以其實我在戲裡面 每次遇到他們兩個 一起的戲的時候 我都會非常的 開心 因為會很輕鬆 會很像真的是跟 很好的好朋友 一起對戲 因為我對戲的內容 大部分也都是 真的很像在跟 很好的朋友對戲 所以都會是很歡樂的狀況 OK 很快樂的感覺 所以整個劇組 這個在對戲過程當中 剛剛都提到過 不管是第一次參與演出的朋友 還是演出已經成為了 很細精的 這個厲害的影帝影后級的演員 這個大家在一起就好 拍攝過程裡面 都非常享受 這樣子拍攝的過程